今天凌晨2點多 有一名27歲的陳姓男子 在高雄鳳山一間KTV門口 疑似喝醉 情緒失控 大聲咆哮 那遭到警方處理 結果警方到場處理的時候 同行的朋友是想拉著男子 一起搭計程車離開 但沒想到和警方發生推擠衝突 男子當場被警方壓制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狀況 壓制 壓制 好熱 壓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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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圍上前 將這個陳姓男子壓制 並且帶回派出所管束 但可以看到男子被壓制的時候 仍然情緒非常的激動 不斷掙扎 造成頭部有差錯傷 通知救護員到場處理 那男子因為喝得太茫 被警方壓制 同行的朋友也一起到派出所陪同 沒有想到原本是開心唱歌 結果在派出所畫下句點 暴力點 忍耐 暴力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